啊老板你这是干嘛 别说话 你在那里帮我看着 哦这么多钱啊 这老板大半夜25点让我们来开会 这是啊这么多钱 老板 老板 老板人不在这么多钱 这要是我的多好啊 他不在不管 哪里的你们老板不知道吧 哎呀发惨了 这过得好严 老板 老板 不在 哎提前发年终奖 你不用大半夜 老板你在吗 老板不在 那我就提前拿年终奖了 换个车 换个房 再换个男朋友 有缘吗 没用吧 老板找我来干嘛 哎 怎么这么多钱啊 哎 这什么保安呢 这是 赶紧给他装起来吧 大货年代丢了咋准啊 哎 虽然说老板 赚钱赚得多吧 但是也不能这么货吧呀 哎 这才多少钱呢 不常这么大 也没借过这么多钱呢 哇 这能买好几个别墅了吧 还是当老板赚钱呢 不过没有 四五十岁呢 还是找不着老婆 咋整 好嘞 这样肯定没人能看得见了 啊 过来 老板 叫我们有什么好事啊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啊 有个事情啊 跟我那个王秘书 回家升第十胎去了 老板 谁这样 那家老公那边还能是我的呀 大老公十年没回家了 哈哈 你们别乱传啊 风言风语害死人 知道不 我不说 你们几个给我时间最长 能力也不错 今天我是想从你们三个里面选一个出来 当我的秘书 秘书挣钱多不多呀 累不累呀 秘书一个月上三天吧就可以了 工资的话 一个月一销啊 干嘛呢 还没说完呢 但奖金很多啊 奖金一个月有三十万 干不干 我来 老板 谁来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是老板 我来定啊 这个秘书的工作看似很轻松 但是责任很大 我有一个要求 他必须对我们公司熟的产品都有充分的了解 没问题 我可以 这样 我出个测试 好吧 还要测试啊 那个我们公司最近上了一个磁吸内裤的领和套装 你们轮流来给我讲讲他的产品 卖点细节 优势在哪里 谁讲的最好 那现在啊 这个秘书在我心目中已经有人选了 是我 他一定是我 我宣布啊 这个秘书 有你来担任 啊 后面去 为什么呀老板 你看我们跟着你这么多年 还是海归呢 你说你用不用我们用他 他是补博士 我是海归 不服 怎么会在你还长得跟豆芽子似的 我看我长得那么漂亮 长得漂亮没用 学历高也没用 这个社会上不确有学历的人 等我更看见他的内在和人品 老板 我们俩在这种公司内在顶呱呱的 出的没得好 行啊 我问你们两个 昨天晚上了一天二十五点 有没有去过我的办公室啊 我做梦来着 没有 你去吗 我路过了一下 我没进去 你呢 那老板 我去来着 我看你那桌上有那么多钱 我怕丢了 我就给你装箱子里了 他去了 你别笑 你们俩也去了 因为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们实话啊 昨晚我就躲在门后面 你们俩进去拿了多少钱 拿了多少碟 我看了一清二楚 老板 我们该跟你开玩笑呢 那个钱放在那里多危险呀 我们就先帮你保管起来 你不要狡辩了啊 要是不是给我们的 你拿回来 拿回来 性质也变了 就你们这个人品 还是当我们秘书 大概人里都不配 怎么都不配了 昨天晚上那个人品测试啊 你们俩都没有通过 知道吗 还有今天这个能力测试 咱们公司的主力产品 周围公司的老员工 讲了什么乱七八糟 老板 昨天晚上做梦梦游来的 你一看 他一看就是背书的 你给我三年的时间 我背的比他多好 我给你三年时间 去背这个东西 公司都黄了 我三个月就行了 行了啊 你们两个别废话 昨天晚上能力测试 今天能力测试都没通过啊 你们两个秘书就别想了 还有啊 那不当秘书 赚个管钱 我特别会管钱 就你这个人品还管钱 啊 我放你在我身边管钱 跟家里面放个谁有区别吗 你们两个啊 不配在我公司带下去了 去那个财务部 结完工具滚蛋 老板跟你十几年了 没功劳也苦了 为这么点事你就开除我 你跟我十几年 应该知道我性格 一次不中 终身不用 国家拿个字典看看 三百七十五页第六行 看看人是怎么写的 先做来后做事 我会写 我会写你红一数 乔业 你也搞 什么数字 来 明天开始你是我的秘书 好吧 你的工资跟奖金 每个月的三十二号 准次终点会给你发放 好吧 我希望能努力加油 不要让我失望 好吧 行 加油 这一公司 可真奇葩 十八成 走到我 你好 我钱掉了 帮我捡一下 这是你掉的钱是吧 来给 脏了 擦一下咯 你干嘛呢 我这衣服很贵的 运势完还要贵呢 擦你身上 来 活该你一辈子只能站岗 我干爹没劝我 这公司金币统房的 你干嘛呢 还没过年呢 你 闭嘴 你没有看到什么吧 没有啊 没看到是吧 站好 我告诉你 是不是什么都没看见 没有没有 对 真懂事 好好站稿 今天一定要加油 努力 没满 这怎么 天上掉钱了呢 怎么了 小姑娘 那个大哥 这钱是你的吗 这钱 我没那么多钱 这不是我的钱 啊 这年头赚钱这么难 这丢钱的人得多着急啊 你说是吧 不是 你捡到钱应该很开心才对啊 嗯 我先帮他拿着吧 这老板靠不靠谱啊 都半夜25点了 还不来 腿都要站断了 就是 我也是来面试的 谁呀 这上班了 臭轰轰的 臭轰轰的 哎 离我远点 你 你哪位啊 你是哪根冲啊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今天的面试官 也是这公司的老板 老板 你好 谁给我整这一套啊 都是来面试的是吧 嗯 先自我介绍一下了 嗯 我是墨尔本回来的海归 海归啊 啊 厉害 你呢 我 清华211毕业的 博士号 呦野牛 你呢 我是南乡学校毕业的初中生 哈哈哈哈 笑什么呀 不要歧视别人 啊 在这个职场 学历过来很重要 但如果他有能力跟人品的话 我也会用的呀 都跟我进来吧 好 那就过来啊 老板 你们今天面试的岗位都知道吧 知道知道 营销总监 对啊 咱们这个工作啊 啊 其实也不算很辛苦 但是呢 工资还是挺高的 啊 工资多高 多高啊 每个月 三万块钱 年薪五百万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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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这样的啊 这个营销总监呢 虽然说 他的那个工作 相对来说 也不是很困难啊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他必须对我们公司 所有的产品 都非常的熟悉 没问题啊 可以 这样 那今天的面试的话 啊 我就给你们拿一个测试 好吧 还要测 老板 还有一个事 嗯 既然知道你是老板了 那刚才我在地上捡了那两万块钱 就还给你吧 我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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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告诉你们两个哈 今天的测试已经结束了 现在 这个营销总监的人选也已经有了 我 我现在就宣布 这个营销总监 由你来担任 啊 后面去 老板 你没有搞错吧 啊 那个 我海归 他博士 对啊 你不用我们 选他 你们不服是不是 是啊 不服 我告诉你们两个啊 没错 你们的学历是比人家高 但人家的人品 是你们的十倍百倍 我们人体也挺好的呀 人品挺好 刚刚在楼下 你们刚进我公司的时候 其实这个测试 面试已经开始了 你们看到地上有钱 一个个站为己有 只有人家把钱还回来 啊 我们凭本事捡的钱 为什么要还回去 还挺有理是吧 谁见钱不捡呢 你们这么高学历 我就问问你们啊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不是自己的东西 不应该拿 这么鲜钱的道理 你们不明白吗 我们这是 行啊 我告诉你们两个 第一道 人品测试 你们没有通过 还有 这个能力测试 我资料已经发给你们去看了 你看看给我们 给我讲的卖点 讲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 啊 老板 我们说的是自己的理解 他那是背书 行了啊 你也不用狡辩了 好吧 你们 什么水平在我心目中 我有一杆秤啊 通过这两个测试 你们都被 都没有通过啊 被淘汰了已经 大门在那 你们给我出去 你不用我们 你会后悔的 我公司妙小 融合一下你们两句大佛 出去 难怪你公司做不到 我们走下一家 来 恭喜你啊 营销总监 明天开始啊 你早上九点来报道 好吧 好 我希望你的努力 你的工资 奖金放心 每个月的上市二号 准时九点给你发放 好 好 加油 加油